大家好 歡迎大家點擊這個影片 跟我一起來玩薩達特說王國之類 我身為今天是很特別的一小 今天我們要去拿米多納的皇冠 上集的影片裡面 我們解到賽哈特諾島這邊的任務 我們在地圖的東南方這邊 這邊有一個小島 上集我們解了這邊的任務 然後解了這邊的神廟 解了這邊的摩尤伊 還有這邊的科洛克果實 那這一集我們要去這個島的地底 怎麼去地底呢 在 這邊就有洞 這邊就有生穴 我們可以從這邊到地圖 我地底有米多納的皇冠 我下去的時候小心點 不要撞到旁邊的牆壁 下去以後 你可以打開地圖 上集的影片裡面我們解了一個神廟 我在這邊 在地面上有神廟 在地底下就有樹根 所以我們來去開樹根 地底的樹根大概在這邊 我們把地圖調到地底 然後在這邊定個地圖釘 我們要去這邊開樹根 所以我們下了地底以後 我們就往我們的紅色地圖釘那個地方看過去 那邊有一個好像柱子的感覺 往那個柱子那邊飛過去 也就是紅色地圖那邊飛過去 然後我把我丘利叫出來 這邊有孤島競技場 等一下我們要去孤島競技場 但是現在我們要去開樹根 樹根就在這個下面 然後把這邊的樹根打開來 那等一下我們去競技場 去拿米多娜的皇冠的時候 也會比較亮一點 好,我們開樹根以後 我們往後面走 我們可以爬上去 我們可以用火箭盾上去 我現在應該已經沒有火箭盾了 我來做個火箭盾 那我們直接火箭盾上去 然後來到這個後面這邊 才是競技場入口 這競技場比較簡單一點 這競技場是打很多的波克布林 就可以拿到中間那個寶箱 就是米多娜的皇冠 那我的打法就是 我要做佐納霧的武器 來幫我打怪 我拿兩個冰龍頭 兩個光線頭 然後讓光線頭在兩邊 冰龍頭在中間 應該可以很輕鬆的虐怪 我們就把我們的武器拿過去 這裡 把我武器打開來 然後門就關起來了 過來就要被隱虐了 好像叫一個發火箭的弓箭手在那邊 拿個大棒棒的怪在這邊 不堪一擊 接下來是三個怪 三個小波 有一個小波還拿了一個槍 比較危險一點 解決了 然後下面是黑色的波克布林 不要被打到 解決 這個是白銀的茉莉布林 越來越厲害 很快 那你就慢慢來啊 他不會走那麼快 在這個地方 如果你虐完一波的怪以後 電池會回復 好解決 剩下最後一波 有白銀的茉莉布林 有 發炸彈劍的怪 尤其這個白銀的茉莉布林 他很恐怖 被他打一下你的血就 會濕光光 可能馬上打一下你就死了 不過我小心的話 應該很容易把他們解決 靠著我們的佐納烏的武器 來拿一下他們的武器 拿一下他們的道具 最重要的 不要忘記可以拿中間的 米多納的皇冠 我自己在練習的時候啊 那個 最後一個弓箭手 會發炸彈劍的弓箭手 我根本沒有讓他發過炸彈劍 所以我不知道 那個弓箭手是要發炸彈劍 現在我知道了 大家要小心一點 要先把那個弓箭手殺了 不然被他炸彈劍炸到的話 就不太妙 拿這個皇冠以後 我們可以從這邊出去 直接通天樹上去 直接通天樹上去 然後通天樹上去 以後我們看到一個 欸?還可以再上去 我們到屋頂以後 你們會看到這邊有一個 好像柱子一樣的地方 在前面 在前面 這邊我們從這邊跳到柱子的地方 從這個柱子這邊 你可以通天樹上去 上到地面 我們現在在地面 我們可以通天樹一直到地面上面 就直接傳到地面上面 傳到地面上面以後 你們在這邊看到有兩個NPC 他們 有個小小的挑戰 你看他們對話一下 然後給他一點錢 操控一下E 目標是 要飛到 正中心 紅心那個地方 那我們就來操控一下 希望能夠 順利的飛到目的地 然後這邊的重點就是 你不要跳下去 跳下去就算失敗 離開E就算失敗 中途不能離開翅膀 那如果大家有玩這個遊戲 晚一段時間以後 你應該會知道怎麼樣操控E 站在E的左邊 E就會有點偏向左 在E的右邊 E就有點偏向右 那如果站在E的後面的話 E就會往下降 大概像這樣 你就好好的操控E的E 希望飛到 中間那個圓星那邊 我操控有點不太穩 像這樣 到了圓星 沒有照正中心 如果像這樣子的話 我們離中心9.9M 他會給我們贏Ruby 那就是這一集的薩爾達投訴王國之類 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文維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 我們下個影片 再見 我這邊看 一點點 我個人說 好影片 我會可以閉上 你們趕快 customers 會工 我們下個影片 一個演呈 我們下個影片